女王杯的路程是2000米 Icy有没有留意到香港其他一级赛 都是跑这个路程的 我有做功课 如果按赛季的先后次序来数 2000米的一级赛 首先是国际赛的香港杯 之后到2月份的香港金杯 接着到3月份的打比大赛 接着就到今次女王杯跑2000米 很多马赢完打比之后 因为有了路程根据 都想尝试去进军女王杯 但能够赢出的马 历年来都不算太多 只有2005年的爪黄铃鱼 能够赢完打比之后再赢女王杯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前面的红森威龙 即是一条龙赢完打比 再赢女王杯的话 可以说是黄中之黄 跟我以下要介绍的菜式都相同 很名贵的这一味 鲜黄 配上金蒜和豆豉面豉来调味 蒸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了 表面的鲜亮亮亮一看 看着就很肥美 试试 完照片果然是霸气十足 令我想起今届的打比冠军 时事为王 他在外地的战绩已经相当之好 身价还相当高昂 来到香港 和一众四岁精英去跑 结果都能够顺利赢出打比 时事为王赢出打比之后 状态是不是再提升了 我更加飾到柳 其实经历了几场的硬仗之后 相信肆肆为王会更进一步 进步我相信它是不断进步的 事实上这匹马它赢打比的时候 它的状态是否真的在顶上 其实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给我的 可能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都不定 能力方面我不是怀疑它太多了 因为你看它赢打比 虽然有扣女大运财 好像在沿途接帮助它的形势 可以帮到它 但赢起来也挺有说服力的 其他马根本是埋不住的 所以我相信它现时的实力 也是足够挑战国际一级赛的 不过要考虑一点就是 它去到这些国际一级赛的经验是如何 始终跑大赛 但是这匹马跑打比之前 它都已经跑外难打比大赛 大赛经验就足够了 再加上香港打比 赢完之后 胆子就越来越壮了 我相信它极有可能成为第三分 先赢打比后赢了王会的马 我很满意事事为宏最近的一次试集 它比之前更加壮碎 以更强劲的姿态去完成大集 马匹试完集之后状态非常好 一点喘气声都没有 这是很好的现象 证明它是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了 试试为王现在只有四岁的实力 是否可以与成年的对手相提并论呢 我当然希望可以 马匹今次要面对严峻的挑战 无论今次的成绩如何 它都会获益良多 马匹只会越来越进步 我认为它有很高质素 相信到时它在女王杯会有出色的表现 涂程方面试试为王当然可以用辅2000米 希望到时有较快的部组对它绝对有利 你看看这道菜 七彩纷纷很精神的菜 叫做七彩龙酥 试试 牛柳一点都不硬 还很软软 是吗 不过你也不要忽视下面的炸米粉 虽然米粉是很普通的食材 但要炸得松脆 一点都不容易好考功夫 加上它吸收了牛柳汁 所以就外软内脆 很好口感的 而且没那么热气 这道菜就叫七彩龙酥 其实会不会因为那些 米粉炸到一条条 好像龙酥一样的呢 聪明了 阿Kid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 就代表是碎瘦 是吉祥的意思 亦都代表了皇帝的权势 所以说 彩龙一出谁与争锋 我又不是这么看 今年女皇杯有一只港队马 我相信可以跟他争一争锋 难道你是说逐领风骚 但他今季六次上场 都没有什么成绩 没有赢过 怎么领风骚 没错 今年最近都只是跑第三 不过有个变数 因为这只马刚刚转到 高冬尼马房训练 其实今年很多马 一转到高冬尼马房 再出也有很好的表现 好像最近有一只将蓝 一出就赢了 如果这只组领风骚 能够转到高冬尼马房之后 一出就赢了国际一级赛 相信都可以继续 威上加威组领风骚 阿Kid说得对 因为各样高冬尼 帮这件彩衣的马 再领风骚 都在他手上赢一级赛 还有其他的同转马 绝陈 都在他手上搞得很好 最重要 高冬尼对转仓马 一向都是 最好省招牌 一出就赢了 这次最重要是女王杯 这么大的场合 战意就不用怀疑了 不过组领风骚 也有他本身的问题 今季看起来 整天都跑得很近 但好像是头马没他的份 看起来这么久 一来他本身似乎进步不大 二来跑法上 他始终比较迅速 进直路的时候 很可能第一步出头是他的 但硬是迈尾了几步 就会弱一点 看看今次 到了高冬尼马房手上 会不会有些改变 如果冬尼比以往强的话 有些可能被他突破 吃鱼最有益的 不如试试何鲜 这个甘栗扣鱼韩 这个栗子相当甜 其实栗子炆鸡 我整天都吃 栗子炆鱼韩 我真的第一次吃 味道其实挺合 这个甘栗 越照越觉得软绵绵 夹到鱼韩里 简直完美 对啊 除了味道夹之外 其实这道菜 和一批参赛马 都很有关系 又鱼韵又栗子 我相信你都在说 这个斯池哥夫 这么有韵 其实斯池哥夫 除了和这个送名夹之外 和杜拜的尾丹马场 都很夹 我查过往迹 原来他在尾丹马场 连赢了四场赛事 其实斯池哥夫 是高多分马房的马 以往他都常常派马来参赛 但是近年 似乎对这项锦标 就没什么兴趣 再数上去 原来已经是17年前 赢过这个女王杯 当时还未升格为 国际分级赛 今次还要派一只 赢过刚刚杜拜免税店杯 的冠军来到 似乎会不会是 要不出手 一出手就自在必得